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11月3日就是美國總統大選的日子 但是其實截至我錄節目這一刻 由於時差的關係 有部分的州仍然是在投票當中 比如說 加州、愛達河州、俄勒江州和華盛頓州 就會在香港時間11月4日的中午12點才投票 最後一位是夏威夷州 到今天下午1點才停止投票 最後一位是阿拉斯加 到今天下午2點才投票 但是當然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不是搖擺州 而且各自只有三張選舉人票 事實上影響不到大局 至於搖擺州份的情況又如何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英國獨立報的報導所說 根據在大選之前那天所做的民意調查平均值顯示 拜登在七個搖擺州份 原先的領先優勢 已經是完全盡失 我的看法就是 拜登原本就沒有領先特朗普雙位數字 只不過 有個別的新聞機構和民意調查機構 就合起來 提高了拜登的支持度 來誤導選民 好了 來到選舉之前 最後一天要發佈一個最終的民意調查結果 當然要被特朗普追回落後 如果不是 到時特朗普在七個搖擺州橫掃的時候 這些新聞機構 和民意調查機構的公信力 可以說是蕩然無存 是玩完了 所以現在他就要調整 實際上兩個人我相信都是叮噹碼頭 就算你說拜登領先 也不會領先雙位數字 這些完全是離譜的 好了我們又姑且看看 獨立報他們所刊登的數據究竟是怎麼說的 好了 他們就說在愛河華州 拜登原先就是領先1.2% 現在還落後了2% 來回就已經是3% 你怎麼做呢 這些民意調查 好了 然後喬治亞州 拜登現在就落後1% 北卡羅來納州 拜登就落後0.2% 俄亥俄州 拜登落後1.4% 阿利桑拿州 拜登的領先幅度跌到0.09% 佛羅里達州也是一樣 至於賓夕法尼亞州 拜登就領先1.2% 最後在全國範圍的調查又怎樣呢 拜登領先特朗普7.2% 這個數字 我們就姑且聽著先 由於 美國那套的選舉制度 就是行選舉人票的 就不是行普選票的 就算你說在全國範圍領先多少也好 比如說在加州也好 或者是紐約州也好 等等 那些人口大州 傳統的藍州 你就算谷到好多人出來投票 9比1也好 你也是拿到那堆的選舉人票 所以你說領先7.2% 你就繼續在這裡說 這些數字 我自己就不相信 那個差距是有那麼大的 至於說在那些搖擺州當然大家都知道是咬得很緊的 尤其是在選前的一個禮拜 特朗普可以說是揭盡所能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 每一天 至少都出席四場的選舉活動 多則五場 而且還是穿州過省 不像拜登那樣 留在廢城的時候 搞兩場活動就濫於充數 這些是懶人的所謂 特朗普在最後一場的選舉活動當中 更加是講到感動落淚 而且這場活動雖然是搞到凌晨時分才結束 但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仍然是對他依依不捨 一直是去到散場才肯走 由此可見 現場氣氛是十分高漲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拜登的競選活動 他自己 就想扮得很有活力 但是台下的觀眾就非常吃力 因為拜登的演講 其實就相當沉悶 而且他本人又很喜歡照稿讀 所以 根本上就沒有任何發揮的空間 但是特朗普就不同了 他只需要有個演講大綱 他就可以按著這個大綱自由發揮 50分鐘 一個小時 而且大家可以 聽聽他的演講 他真是發自內心地說 比如說他有時候說話就會衝口而出 到最後一場演講他又感動落淚等等 這些完全是沒有辦法預先安排得到的東西 也是反映得到特朗普那種真性情 所以他才能夠帶動得到 現場民眾的情緒 拜登就做不到這件事 就算在大選辯論之上 他反駁特朗普的時候 都往往是流露出一種不屑的情緒 然後就說他的口頭禪 Come on man 你這樣的反駁就是無力 而且你有很多支持者 根本上就不是真心支持你 純粹就是不妥特朗普 所以就說要把那個選票投給你 即是所謂的anyone but Trump 拜登本人到底有什麼賣點 其實就說不出來 一味就說特朗普是種族主義者 特朗普是抗疫失敗 我只是想問一句 難道你拜登執政的時候 對於這個抗疫又會很成功嗎 大家可以看看歐洲有多少國家又再封城了 難道是這些執政者出現了問題嗎 你拜登就應該追本溯源 問一下究竟這件事 那個源頭是來自哪裡 但是你完全就不敢觸碰這個議題 唯獨特朗普他就夠膽日講夜講 而且拜登所提出的所謂抗疫政策 無非也是封城 但是特朗普最反對就是封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強調經濟活動是不能夠從此停頓的 事實上特朗普這個政策不是錯的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在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 是破了紀錄是超過三成的 這個經濟成果是怎麼可以的 就是特朗普強調經濟活動要適時恢復 這個是做得對的 如果下下只懂得學習拜登那樣搞封城 停了所有經濟活動 你叫民眾吃什麼呢 是不是吃谷種呢 吃到一個地步是不是被那些企業炒了呢 那誰養他呢 是不是你拜登養他呢 那這些是不切實際的東西來的嘛 而且拜登還說要加稅 那就糟了 給他執政呢 經濟上變成攬炒了 真是 好了 我們又再看看那個選舉的情況 其實有多個州都出現了一些 疑似是選舉作弊的情況 其實相當嚴重的 比如說在紐約州 有些已經走了的人 竟然間就可以走進票站那裡投票 那至少就發現了有兩個已經離世的人 竟然間就有本事走進票站那裡投票 那這些你說是不是選舉舞弊了 還有啊 又是紐約州 有些網民就在網上聲稱 說個別票站竟然是可以重複投票 而那些票站的工作人員又沒有查他的身份證 那這些又是相當之奇怪了 是不是 而且呢 其實有些共和黨的支持者 特朗普的支持者都很強調一件事 那個別州份呢 他就 如果你一早已經郵寄投票 或者提前投票也好 去到大選正式投票那天 其實他仍然是可以走進票站那裡再投一次 那張終極的選票 就是會取代了原先的郵寄投票 或者是提前投票的 那但是啊 到底那些選舉工作人員有沒有 來對清楚那個身份 然後將原本投票取消呢 這些也是 引伸了一連串的問題出來的 所以我相信 就算這個點票結果出來之後也好 其實就會有一大輪的選後爭議出現 所以為什麼在選前 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任命是這麼重要的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不是任命了這個 所謂保守派的大法官 而是去到選後才任命 那到時只是爭議的人選 也會有很長時間吵 好了 至於在賓州方面又怎樣呢 有個別票站就說那部投票機壞了 工作人員就說 稍後才會幫這些選票進行掃描 問題就來了 到底稍後是稍後到什麼時候呢 這些選票會不會到最後變成是不亦而非呢 這些其實有很多一連串的奇怪問題 目前來講 根據一些調查就說 已經是超過一億選民 進行了郵寄投票和提前投票 這個就已經是 創了美國選舉史上的紀錄 那麼到最後加上11月3日正式投票的人數 有可能就是會衝上去 一億五千萬人投票 這個也是破了歷價以來的紀錄 那至於在提前投票的選民當中 到底他們的結構是怎樣呢 根據外媒的報導所說 民主黨的支持者就佔了45.3% 共和黨的支持者就佔了30.4% 至於中間游離選民佔了23.6% 所以大家看到 民主黨大概在提前投票 就會領先共和黨 15% 就是大概1500萬人左右 如果過億人投票的話 所以有多少人在大選當日出來投票 對於特朗普的選情就相當關鍵 一般就相信 民主黨一早就已經在 郵寄投票和提前投票的時候 動員了他們的支持者出來投票 所以在正式大選那天 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者大概就是2比1左右 如果說昨天是有 五千萬人或者以上 出來 實體投票的話 對於特朗普的選情就相當穩陣了 這樣的話 特朗普就會追得回 在這個 提前投票當中的落後 當然 你說中間游離選民的部分佔了2成3 這個也是相當之關鍵的 那當然 按照這個提前投票的比例 在這個點票初期的時候 可能民主黨會在各州領先都不出奇 因為他們就會先點了這些提前投票 但是這個並非是最終結果來的 一定要等實體票站的選票 才是見真章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